這個搞清楚 第二個這個演藝圈 不適用於一般的道德標準 大小S跟泛泛還有黑人 他們本來就認識 也請這個洛宇兄指教 你們本來就認識了 小廳那都沒什麼 但是我要請問大家 黑人在當台皮的副領隊 拍了一支紀錄片 也是台皮這支籃球隊的詞語 叫做態度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 剛剛的call in 如果沒看清楚 call out 可以再看重播 你看黑人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他 他說 我不必跟任何人解釋任何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有解釋 我現在還沒講完 我把它講完 那不要再把主耶穌扛出來了 不要再跟我來 那你就不用解釋 那不解釋 那最後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去年跟今年買的朋友 可不可以要求退款 我以為你要全部捐出去 結果你只售一百塊 那你當初也沒講清楚 那如果有買的人 是不是說那我要給你退 你錢還我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黑人的態度 我不會去質疑他做公益的心 因為他以前的確做公益 但他那個態度 我覺得很差 好 我們在線上 有這個黑人的好朋友 小S小姐在線上 她有她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小S你好 你好 我是小S 各位來賓大家好 因為我剛好在看你們節目 我剛才看到那個 周小姐那個言論 我真的是聽了非常的激動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我跟大S長期來 我們都不斷的捐款做善事 我捐出每一分錢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結稅 當然OK他也可以結稅 可是我們做善事 是純粹為了想要幫助別人 然後他說黑人的想法很相怨 我覺得他剛剛內襲 談話的想法 才是真正的邪惡吧 為什麼要扭曲一個人 想做善事的心情 然後搞得現在 我們娟姐 那個明星只是為了結稅 他也不是真的想做公益 為什麼要這樣 難道人就不能真的是善良 真是想做公益嗎 我覺得剛剛周姐的那段談話 才是真正的交換所有的人類 讓大家覺得做善事 變得已經不是單純的善良了 是 請你把邪惡這兩個字收回去 我剛才沒有針對小S 你本人的這個捐款問題 沒有啊 周姐我沒有說你不講過 我說這個觀念 但是請你小S 你是一個媽媽 你是一個媽媽 請你把邪惡兩個字收回去 其他的部分我們觀念不一樣 那你跟黑人是朋友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有我評論的立場 當你在電話後面 講一個發言的人是邪惡的時候 我為你兩個女兒感覺到遺憾 是 但小S 我覺得你也可以把相怨這句話收回 因為你那個想法我才覺得不可惜 有些人是相怨的 你不是相怨的 那麼我佩服你 我恭賀你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 有些人他們的捐款是相怨的 小S 你的善心跟你的天真 是 那個已經是我覺得 可以把那個蓋子倒回來看 小S 請你把你剛才錯誤的引述 能夠收回去 因為你是一個藝人 你是一個公眾的媽媽 你不可以扭曲大家的說法 我尊重你 小S 我不需要你 對我道歉 因為我不是講你 我不是講你 而請你不要對我入座 小S 小姐 謝謝你 是 是 小S 應該讓觀眾有錯誤的想法 覺得做善是只是為了結罪而已 我認為黑人的做法 完全扭曲了公益兩個字 它讓想做公益的年輕人以後 不敢做公益 這件事情 你或許可以跟你的黑人朋友 繼續討論 怎麼樣讓大家對這件事情 不要有扭曲的想法 也希望你 我絕對是很虛心接受你們的建議 比如說你是不是也要讓大家知道 做善是可以很單純 不用一定是為了結罪 做善是非常可以單純 可以是很善良的事情 有些人是不單純的 小S 我們要跟你請教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從頭到頭 剛才也跟陳建柔先生 有些溝通 他的善事跟他的正面形象 我相信演藝圈的朋友 跟台灣的閱聽者 都會很肯定 但是這個事情 出現了一些爭議是在於說 確實在當初的訊息上頭 可能沒有完全的透明化 但現在尤其是媒體 檢視標準也比較高 身為他的好朋友的你 對於這個事情發展之機 除了遺憾 替引黑人心疼之外 您會不會也覺得說 或許黑人未來一些做法 他想繼續做公益 也需要有一些調整 避免這種事情在發生 對 其實黑人都一直跟我們講 他這次真的學到了 然後他會再把它處理得更透明化 然後因為其實像我們藝人 被他邀去做這個 Love Live的時候 我們都會收到一個新聞 他就說 這次請你們來站台 Love Live 然後這個T-shirt 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是捐出100塊 所以其實我們被邀請去的藝人 已經完全從頭到尾都知道這個狀況 是 那可能他當時沒有 就立刻跟全部的社會大眾 講說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就先請藝人出來幫忙 然後希望宣導這個理念 還有宣導這個慈善的活動 所以我想黑人這次 是學到了很大的一根一課 他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做 可以讓大家更清楚 然後就不要好像誤會他有別的心情 可是他真的就只是一心的想要幫助很多小朋友 像那天他記者會 很多小朋友的媽媽也都出來 他們真的收到黑人的幫忙 像有一位小朋友過世了 他們就是整個家裡的那個方丈杯什麼 都是黑人出的 所以就是我知道社會大眾也許現在會有很多疑惑 然後黑人也知道要學習要改進 但是只是說很多藝人真的做善事是 純粹單純就是想幫助別人 對這我們一定了解 一定為了是要沒有做一樣宣傳 然後提告自己的什麼名譽 或者是有節稅等等 就是如果大家都一直都用這種心去看待 每一個做善事的人 我覺得社會對於做善事就會越來越 不會想做了 其實非常感謝小妹子打電話進來 對他們就是站在朋友 跟藝人做公益的角度上頭來談這個問題 當然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平台 但不同意義的人 讓事情可能有更多的角度也更加的明確 我們還有一通就是我們的當事人 黑人陳建中先生在我們的電話上 黑人你好 剛才看到這段討論 你有什麼想要回應我們在場來賓的 我覺得方向真的 因為我人不在現場 我也沒有看電視 但是剛剛范范也有跟我通電話 我覺得大家針對說 好像有一些意見沒有直接問我 我可以一一答覆 你覺得你需要跟大家道歉嗎 買過你T恤的人可以要求退款嗎 當然可以 我們最後服務什麼都可以退款 但是重點是道歉與否 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事情 周姊姊你認為我道歉應該道歉哪一個部分 因為你利益衝突 對不起 利益衝突 因為你自己的公司生產這個T恤 利益衝突 周姊姊我這可以跟你解釋一下 我們做這個T恤呢 單純的當初始料未及 我們絕對不是想要做T恤來賺取任何一毛錢 我們只是想要推廣一個信念 但是我們 我們其實單純推廣這信念的同時 我們又想要藉由這個機會幫孩子們 有一些商長和醫療的補助 我不是有錢人 我能力也有限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 然後可以幫他們籌得款項 但是我從頭到尾沒有說意賣 我說你認同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支持這件T恤 但是我們從頭到尾都是把會計項目 明細全部弄得清清楚楚 更何況最近這個收看 說我只捐一百塊這件事情 我們連賣都還沒開始賣 我們只希望你如果有機會 有能力的話 你支持T恤 沒有能力從自己做起 停止用眼神言語和肢體去歧視 甚至是請天安陪同自己朋友 家人渡過難關 就是這樣的理念 所以黑人其實我們對您的做公益的愛心 都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 因為周姊一直要我要道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道歉的是哪一個部分 黑人對不起 我在對社會 是 我是董事長我請教你一下 剛剛小S打電話進來 說 因為他們來贊助你做公益 你都有先跟他們講說 等於說 對方會收到一百塊 但是在周刊訪問裡面 很多藝人是表示說 你開始是沒有這樣講 對 你是不是有一些書 有些人你是沒有講到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這一次的訊息是 在2月1號開始公佈 我們沒有開始販售 我們公佈在網站上面 但是各位看到 TVBS我很感謝他們願意播我們這個廣告 那我們播這廣告的 你看到背後有26個這一波的藝人 我們是5天之內完成 我是一個一個打電話給他們通知 但是周刊 他一定是打給他們的宣傳 或是工作人員 他有真正問到這些藝人嗎 我這個也是 我會覺得很受傷啊 你感覺好像是藝人在講這句話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是工作人員 代替回答 那我每一個 我今天也是從昨天到今天 我所有拍攝的藝人都打電話給我 他們也支持我繼續做這個事情 因為很多人以為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停止 但我沒有辦法停止啊 因為我認為我真的做了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我是乾乾淨淨 清清楚楚把我的帳目都列出來 那如果你認同我這個理念 你可以支持 但不支持真的沒關係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勸募 從頭到尾沒有一定要買T恤 而是你從自己做起就可以 好 非常感謝這個黑人在線上 不過我們一定要也說 黑人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話 要繼續的做下去 只是這是一個討論的平台 尤其剛才 朱學恆先生在我們的現場 現在網路上 其實很多的朋友 都會用比較嚴苛的標準來看待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 讓未來大家做公益的人 在細膩度上頭都可以增加 來避免爭議的發生 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要目的 也感謝今天所朋友打電話進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繼續帶你們來關注到今天討論的